做一个简单的记录 刚从客户家回来 出来 它是华硕的B460的主板 重炮手 接来是两个显示器 一个是HDMI 一个是DVI 然后接HDMI没显示 问题是它是在开机的情况下 通车电来 系统识别不着 然后的话 关机先插了HDMI线 亮了 然后再把DVI先插上 然后关机重启 试了几遍没事了 应该就是没有关机 热拔插导致的吧 拔插导致电了 Gopro停止录像 第一个摄后坐完啊 第二个摄后等着我嘞 好像是在永康花园 哎呀 把货送公司 还得去 然后的话还得去海域送过显示 刚回店里边 然后同事 说他这个显示器调不了144赫兹 让我给看一下 我说是不是显卡驱动没装啊 然后装啊 然后我到这看了一眼 还就是没装下卡驱动 发来这么低级错误 然后啊 我要去永康花园那边有个机子说开机半天开不开 一般开不开机就是开机慢这种情况一个是系统导致的一个是硬盘导致 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当然看看吧 具体问题看情况解决吧 GoPro停止录像 哎呀 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那骑自行车七八路困了不行 光想撞车 哎呀 歇会 哎呀今天这阳光 晒了不行 哎呀 人是 这个 自外线强度比较高 晒了人受不了 然后呢 刚去客户那哈 他说 机器慢 然后我用那个 检测软件 硬盘哨兵 检测了一下 他显示了健康状态都是 呃正常来 但是我进批里边用那个硬盘检测工具测试了一下他的读写速度发现 只有几十 正常的话固态硬盘了哈应该在二百三百的 速度应该是在 明显的不正常 应该就是 他这个固态硬盘有问题了 换了一个 120的固态硬盘 做了个系统 算是解决了 现在回公司 顺便给同事买点饭 啊 我帮他 评订了 我本是要 包吨 是 做了 曲名 特别 顺便 因为 有 今天的精神状态也不知道是咋了 这么差劲 一路上坐公交车 等公交车等来的犯困差点又错过一样公交车 哎呀今天方正是一上公交车也是老犯困又差点坐播了 今天这一天也不知道是为啥困了要命 哎呀一阵一阵的 晕晕晕晕 GoPro停止录像 哎呀送个货不知道给谁送不知道送货是叫啥 哎在这折腾半天在门岗这又打电话 在这等了会总算是交接完成回公司 哎就这了吧GoPro停止录像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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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